再来关心这次埃及的动乱 这个局势是慢慢的缓和 而之前前往开罗开会突然消失的 谷歌中东行销长戈宁 他失踪了十天之后终于现身 正时是因为参加示威被警方留置 在昨天晚上获得释放 而其实这埃及的民众也渐渐恢复日常生活 野食运动服务看起来有些狼狈 他是Google中东地区的行销长戈宁 消失十天后 埃及电视台播出戈宁获释后的独家画面 各个人的死亡 我们不想让我们再告诉他们 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再告诉我们 格林半年网络推手高举反对穆巴拉克的大旗 他到开罗参加会议却突然无故消失 Google公司公开协讯 原来真的是被埃及政府给抓走了 开罗的解放广场 是为民众仍然不肯散去 他们说穆巴拉克一天不下台 他们就一天不离开 不过美国态度大转变 愿意等到穆巴拉克9月任期届满再下台 泰罗街头日常的生活开始恢复 银行营业的加速越来越多 邮居前大牌长龙 股市将在13号恢复交易 至于外国公安客长续的景点 例如股幅金字塔 目前仍然没有开放 埃及情势要全面恢复 仍然需要时间 中文新闻黄瑞一报道